中文字幕 李宗盛 傳統它不是某一個器型 某一個裝飾文樣 傳統我覺得更多的是在材料工藝流程 你可以去運用這一套體系 去思考當代的 做出來當代的東西 為什麼會跑到離城市相對會有點遠的一個地方 我是想要去琢磨的是它燒成這一塊 造這麼一座龍窯 你一定是要往鄉村里走 這樣我就可以把我的實驗跟生活 甚至於跟我的整個工作室都能結合在一起 零九年回到龍泉 自己第一次做搖 十年對我來說可能僅僅是一個開始 龍泉清池在歷史上也比較獨特的一個階段 在南宋 它的受眾群體其實都是偏宮廷啊 或者是文人 大量的就是燕滴 不是這種普及化的東西 在清池的整個歷史裡面是最為精緻或者是精美的 這種粉青、梅子青 柚料它要有一定的遮體的這種效果 又要清透 古人在對胚體的一些結構上 細節的處理 非常的科學 就是非常的高明 潛意識中你就會有想要把它去給它做出來 標本就給它複刻出來 標本就給它複刻出來 這個狀態可能做了兩到三年 我就在想 如果是宋代的這幫人活到現在 他們應該做出什麼樣的東西 平台樓閣 中國的古代建築的一種模式 但是當代現代城市的這種生活場景 幾乎都是鋼金、水泥、玻璃、木牆 那我們所有的區域 應該是什麼樣的這種呈現 材料本身沒有辦法去挑戰它 你只能是盡量發揮材料的特性 探索吧 當代的現代性的造型語言 中國古代的藝術品 其實跟西方認為的藝術品還是有區別 我覺得中國古代 特別是從青銅器到宋代的瓷器 一直是有一種內在的這種聯繫 西方更多會傾向於個人表達的東西 包括梵糕 中國古代的藝術品 我覺得是一個群體 它不是某一個人 是一個群體的美的喜好 包括到未來 我們中國的藝術品 它應該是什麼樣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大的一個群體的 共同意識的一個狀態 可能我現在也是在探索吧 它還是一個器物 但是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器物 它還是要有當代的 現代性的一些造型語言 獨立在那裡 它也是一個裝飾 但是你正要用的時候 它還是有一定的使用功能 都會要拿在手上看 它的質感 看它的工藝 它的細節是不是講究 所以說中國當代的器物 我們不能把這些東西 你不能忘掉 你不能說只是為了做造型 你的工藝的美感 或者是細節的美感 就沒有了 就會使用來講 要證明 我的意思嗎 我這一切會 你會承認 你會這樣做嗎 它這個